欢迎回来 斯文兰州警方今天中午1点45分召开记者会 交代爱尔兰少女诺拉的死因 根据解剖结果 法医判断诺拉死亡不超过4天 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以及焦虑 导致她长破人亡 截至目前为止 整起案件不涉及刑事成分 她也没有被人性侵的迹象 爱尔兰少女诺拉的遗体 昨天早上11点45分开始进行解剖 前后长达10个小时 三周总警长拿督穆哈摩尤索夫 召开记者会交代详情 报告也显示 诺拉已经死亡两到三天 脚步 背部有些伤痕 但都不足以致死 警长重申 死者并没有被性侵 案件也不涉及任何刑事成分 莫哈摩尤索夫也提到 化验师从遗体上采集了几个样本 在深入化验及分析 至于诺拉的家属 随时可以办理领失手续 15岁的诺拉于4号早上失踪 10天后搜寻队伍在距离度假村 路口2.5公里的小溪边 发现她的遗体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